就是台灣小吃遠近馳名 一般人呢直接想到就是 蚵仔麵線或是珍珠奶茶等等 不過在上海這個台商呢 完全是有當地食材 要製作道地口味的胡椒餅 一推出呢馬上大手歡迎 還有一分鐘 馬上好一分鐘喔 三點喔 都還沒有出爐 門口就排起長長人籠 全都是為了等這一味 台灣口味的胡椒餅 熱騰騰的胡椒餅剛出爐 不怕燙口一口咬下 大人小孩吃得不亦樂乎 上海人喜歡吃餅 但卻很少吃到 裡面包這麼大塊肉的餅 十分好吃 對層皮啊 肉很香很脆的那一種 里面真的很軟的 好吃啊 台灣的東西怎麼不好吃啊 由於烤爐一次烤出來的數量有限 一次只能限定買一個 有人吃了意猶未盡 還重複排隊 我自己吃了 回家孩子沒有吃的呀 幹嘛還要買一個呢 最高紀錄半個小時可以賣出300個 到大陸發展20年的台灣老闆笑呵呵的說 這全都得感謝上海市長韓正的推廣 上海市長韓正他去過台灣去吃過胡椒餅 也覺得那個胡椒餅很好吃 我自己也是名字跟台北市長黃大洲名字一樣 所以我把這個名字轉換為成市長胡椒餅 韓正幫忙推銷是玩笑話 不過內在材料可是他跑遍大江南北找來的 一個胡椒餅就要快50塊台幣 不過大陸民眾一點也不在意 還說不是很貴嗎 專訊吳明山路遙東上海採訪不到